最近我就正式加入了這個失業大軍 每天在家就無所事事,還有廢青 除了每天訂CV之外 我每天唯一會做的就是煮食 身為一個Internet 笑什麼? 夠了,你不要再說了 身為一個International的香港人 我們當然要放眼世界 就不可以只停留在亞洲 所以這次我就會挑戰 五天連續煮五個不同國家的菜式 給阿劇在十個國家中抽取五個出來 這十個國家分別就是 泰國、日本、越南、韓國、意大利 英國、加拿大、墨西哥、台灣、和... 哇,我真的... 好,那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馬上讓他們抽籤 看看會抽到什麼回來 抽一件東西給你 抽什麼? 接下來幾晚你的晚餐的命運都在這裡上面 每一張紙代表一個國家的菜式 那你總共要抽五張 第一張 第一張 哦,韓國! 這個真的是北韓 所以你是吃泥餅 不是啦,這個是南韓 第一張 第二晚 你最想得到的 什麼我最想得到的 墨西哥 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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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撈亂一點 是不是那些人要我們做碼 因為我現在沒有移動的,我沒有移動的 OK 啊,台灣! 不如叫小朋友抽一張好不好 好,我們最後一張給小朋友抽 抽一張 意大利 全部我都很喜歡 糟了,但你抽一點都很難的 下次有沒有小朋友抽 我們星期五晚上吃什麼命運 交在你手上 你可不可以抽一張? 日本 日本啊 都正爐的 我覺得五個都正爐的 但是我喜歡吃的 幸好你沒有抽到那些什麼越南啊 給大家看,真的沒有做的 真的有的 泰國我也想到做什麼 什麼啊? 自然泰國 是嗎? 哎呀,我想抽到加拿大 幸好你沒有抽到 有一個你應該覺得很服 英國 幸好你沒有抽到 我也不想吃 那我們現在馬上看看我們接下來的五晚上要吃什麼 GO! 其實韓國的我不是太懂得煮的 因為平時都是阿劍負責做的 所以我現在唯一會做的是煲飯 這是我不想看任何recipe才會做的東西 由第二步開始 我已經是不吃的了 所以我馬上要看看這個食譜 每個國家都有它的特定醬汁 是令到它的味道好出的 例如泰國是魚露 港式的食譜是豉油 而韓國是麻油 這個人說的話 不代表任何家庭主婦的立場 你對於我做這個餅有沒有信心? 我只知道我做得好吃的 我跟你的做法做的 但是... 但是你反不反倒也很好功夫 啊! 是不是有點困難了? 不是啊 我本來是想做荷包蛋的做法 是故意的 第二步現在要切東西 冬菇 洋蔥 菠菜 蘿蔔 還有肥牛 最後是蛋 全部切成 炒麵 觀眾嚇我一點 麻煩 聽一下這個爐頭 因為他煮飯 已經變成這樣 現在像和風牛飯 然後有些什麼啊?師傅 第二個要炒的 我想應該是這個 所有蔬菜 所有蔬菜 它不可以全部一起炒 因為它要漂亮的放 一定要逐樣逐樣炒 哇!太麻煩了吧 師傅我覺得也不是很重要的 不要 賣相是韓國AIR的80% 但是師傅已經9點半了 師傅現在這個是和風牛肉 和將住家雜菜都一起炒 這是Fusion 現在的韓國人 他們都還沒走到這步 他們會很快就發現 哇! Circle原來是走前幾世紀 師傅你有沒有想到 今次不再用麻油炒呢? 因為我們已經用麻油炒了很多東西 都說了 韓國的精髓是什麼 我剛剛教你 是麻油嗎? 對 有一點像以前傳說中的 羅果英大王飯 跑到外面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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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因為我平常都煎得挺薄俗的 通常如果我煎的時候也會 滲平 但它有顯日大地有蔥 很好吃 我這個機我營銷有沒有用 有點像 只能比我們再營銷 都很合理 今天我試吃飯了 像不像廚餘啊大家 因為其實不錯的 挺像的 但你醋加太多 今天整體五分給我 三分 即是還有進步空間 等你之後可以進步 我沒想過做韓國的東西是這麼累的 都是亞洲的東西 照計不會很辛苦 誰知道有很多工序 每一樣東西都要炒 好,我們馬上去看看明天吃什麼 今天是第二天 今天要做的是墨西哥菜 很多東西賣 是很L多東西賣 絕對不建議大家這樣買 因為真的很貴 今天墨西哥菜我會做三道菜 第一個是Cuesadilla 第二個是Nachos 和Guacamole 第三個就是Porg Garnitas 即是手撕豬肉 先說明吧 因為我不是大廚 所以不太適合 煮得很適合 不過可以吃就算好 好,下一步 我們來做一個Porg Garnitas 其實是手撕豬肉炒洋蔥 炒熟米 可以包在Burrito 或Takos吃 下一步是要先看Google 因為我不懂得理應 Google教我先醃一醃豬 還有另外一個檸檬汁 我發現了幾嚴重的問題 這個原來是2022年11月23日 所以沒有檸檬汁也可以吧 在豬肉煮間的同時 我們進行另一個Task 就是擺盤Nachos 吃 偷吃一塊先試一下 這個很像樣子 最後一個了 我們來做Cuesadilla 中至小火 很久煎 把剛才的肉碎倒進去 放一半是肉碎 另外一半是放什麼呢 對了,就是放芝士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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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3 5 5 5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Cuesadilla 這個是Nachos Gracamole Sosa 還有洋蔥碟 手絲豬肉 Pork Canitas 有點失敗 不過加上碟應該也很好吃 你有沒有滿意過昨天? 好開心 因為這個很華麗 馬上想找一套氣體 我剛才已經吃了這個 你再說一次你的評價 我覺得綠色的最好吃 這個是Gracamole 這個是我做的 耶 嗯 很好吃 今晚台灣的食物 我就做肉醋飯 還有鳳梨蝦球 耶 耶 耶 最近這個時間是斑點蝦貴 所以我們每次都去魚人碼頭 拍給大家看斑點蝦 之前吃過的蝦 都沒有斑點蝦那麼嫩滑 還有 住在加拿大的華人 我覺得身邊的華人 都很為斑點蝦瘋狂 即是你會看到各大社交媒體 馬上說 斑點蝦貴你 跳跳跳 剛剛挑了兒子 所以現在挑了他老母 屎呀 哈哈哈哈 撐不撐的 你這樣出不出街頭的 喂 各位看得出他現在這個步驟做錯什麼 我是不會告訴他 做錯什麼 不對嗎 這盒粉 是沒有洗過的 我每次吃這個鳳梨蝦球 我都要吃 至少六隻 蛤 你做過的嘛 我做了所有蝦 之前吃過那些 店舖的鳳梨蝦球 可能它一盒只有八隻左右 我經常覺得要分圍圍很可惜 但如果現在會煮的話 我們就不用擔心要買 因為現在叫外賣的鳳梨蝦球 要來越貴了 OK 煎炒煮炸炸燉焗都做錯了 好漂亮呀 哇 多像 糟糕 自從你開始煮東西之後 小朋友經常讚你的食物很好吃 我不知道我家的地位會不會 掉下去 現在煮滷肉飯的調料 我們研究一下 看看說明書 最棒 我們自從Circle暫時沒有供餐 他煮多了飯之後 我們發覺有很多菜式 其實自己都做到 而且真的節省了不少錢 不是的 其實不節省 因為買這些料細很多 但是如果你經常做家裡 有這些料在那裡 那就OK 大部分除了肉之外 都不是用一次性的 現在我們先丁點珍珠 好像你的勃勃 可不可以不要影響 好像我便便 哎呀 每次煮完這個飯 我都覺得他身心俱疲 是的 所以煮飯很厲害 不只是洗碗 我現在直接試這個老套飯 我覺得這個老套飯 我覺得這個老套飯不相似 因為它不是真的藍肉 但是味道還蠻香的 很好吃 很好吃 它很好吃 雖然它真的不像下飯 不是這樣的問題 是它整體都不太像下飯 但是它是很好吃的 嗯 這個蝦真是很幸福 你先拌一下它 我以為我會做意大利粉 薄餅 薄餅 這麼滿的東西 不太看小 今天要做的是這個 意識土豆餃子 還有這個 蘑菇帶子鮮蝦resorto 我第一次煮菜 有這麼多材料 這些就是用來煮的resorto 這個就是專門resorto的米 有別於這個普通亞洲的飯 這個resorto 然後就說要煎一煎 煎一煎 煎一煎 煎到它有香的感覺 這個是我師傅教的 誰是你師傅 Gordon Ramsey 這個人經常煮牛排的時候 都說Gordon Ramsey是他師傅 Gordon Ramsey教他怎樣煮 那是真的 What are you? What are you? I need you, Sherry 好,這邊水滾 我們先弄這邊 這些好像蛹蟲 我都不太滿意 雖然看起來也不錯 但是好像不太正宗 但是像是resorto 我覺得有點太乾 但是米又不熟 這個也不好吃 這個醬很好吃 它後面有另一層 是不是那個薯仔味 因為它這個餃子其實是薯仔 有些薯仔在裡面 可能是那個薯仔味 薯仔差一個餡 真的嗎? 我覺得挺有趣 也不難吃 那你的飯也挺有趣 也不難吃 還是出去吃吧 不要下次吃 好,驚喜給你 驚喜? 什麼驚喜? 你剛才說你想吃什麼? 蛋糕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你又知道我想吃蛋糕 你知道我今天會辭職嗎? 哈哈哈哈 是ice cream 蛋糕 好開心啊 哈哈哈哈 Happy Resolation Cynthia 好耶 下份工作更好 哈哈哈哈 要做的就是日本菜 One eternity later 哇 好啊 接下來要做的就是玉子燒 按道理應該要用長方形的皮 但我們很明顯是沒有 要省錢 其實我也不懂 因為我第一次做 我猜應該不要太大火 然後就放一層 很高功力才能做到的 你沒有練三五七年也不會做 耶 各位觀眾 壽喜燒 還有我們會拿來打火鍋的一會兒 壽喜燒響鈴真是時常 真的沒試過應該很好吃 其實做這個壽喜燒 這個放進去 然後那個玉子燒 其實都很容易 所以算是偷我家的 真的叫日本的 現在我們馬上試吃這個壽喜燒響鈴 好耶 嘩 喂 哪有人響鈴燒這麼久 我知道有些人喜歡吃 裡面是脆脆的 我始終不喜歡這樣兩隻口 拌在一起 你喜歡濃的 對 我喜歡吃那種生根那種 所以我就會做到這樣 湯底很香 這個湯很甜 每五天的飯你就吃飽了 那哪一天你是最滿意的 不如說我小朋友最滿意 他一定是最滿意的 麥犀哥菜 然後我最喜歡就是 鳳梨蝦球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鳳梨蝦 你竟然是最喜歡那個 那個很容易做的 我沒想過是這麼容易 所以我是開心在這個位置 真的開心到 那最出事的是誰 第一個辦法是幾出事 然後呢 那個煎餅吃起來好像Pancake 然後第四天的味道 都是 其實是好吃 但是質感就很簡單 不過我也承認 其實那兩天是差的 那個蛹蟲那個好 那個其實我沒事 你也不喜歡吃而已 對我不喜歡吃 但我覺得其實挺好吃 現在還在我雪櫃裡 我以後都不會再碰 應該都可以了 因為沒有人吃 對沒有人吃 你自己吃吧 我吃過我很多 不停拍蟲 我建議大家 煮飯是不會煮的話 就有點自知之明 看著我吃好來做 就不要有煮飯 我有看很多食譜 我有看很多食譜 我完全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 不懂得煮飯看著來煮 做什麼呢 我想之後這些煮的食挑戰 都是給他 我不會再接力他了 所以下一條影片 我們再看看拍些什麼 記得聽完我們的Podcast 按Podcast下 入我方談 好了 GoGoGo Bye Bye